大家好,我是Desmond 我們今次的開箱箱是究竟開箱是什麼呢? 就是跟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事頭位有關 還可以開箱? 她不是已經離開了大家嗎? 沒錯,我特地在今天12月8日出片 因為9月8日到現在 已經不知不覺英女王已經離開了我們三個月 很多人都說忘記了,淡忘了 因為每天都有不同的新聞發生 但我並沒有淡忘 而英國政府也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出了一些好和紀念悼念英女王的產品 今天其中一樣我想跟大家介紹 就是這套Royal Mail出的 英女王悼念紀念郵票 這就是那個Stamp Set 一套有四款 一套有四款 不同年齡時後的英女王樣貌 因為始終是悼念郵票 所以你看到全部是黑白的 除了這個郵票 也會附送一些簡單的簡介 一些關於英女王的一些簡單的新品 最後也會有一個這樣的紙皮 就是讓你夾著這個郵票去收藏 除了這個Stamp Set之外 也出了這個First Day Cover 就是這個樣貌 當然都是那四個郵票 不過它上面就會有了我的地址 有我的名字 還有會削了一個油削印 又是另一種的造法 因為始終人真的離開了 應該不會再有其他的 很多很多有關於他的產品 所以我這次就把心一環 連這個都買了 這個我拿回來都不捨得拆 因為其實它包得很漂亮 其實一個整個相架 就把那四款郵票 就一個木相架去鑲住它 你可以掛起它 後面有一個勾 有一個勾 就直接掛在牆上 做一個好像畫的作用 當然我就未找到地方掛起它 還有掛出來有個不好處 因為不斷受陽光、燈光照著 就會變成很容易淡色 所以我們都沒有拆開它 大家都看得到 其實都是一個四款的郵票 它寄來也有一張 除了剛才的Stamp Set 就是那張簡單的卡紙的介紹 也有一張卡紙 除了這個Stamp Set 也是寄來的 簡單的一句就是 又是它的簡單的生平 當然也有它最出名的一句說話 就是當年它很年輕的時候 登基的時候 就說它會將它無論它的生命 是長是短 都會貢獻給它的人 這個就是它那個 全部的郵票 就是紀念它離世的 離世的郵票 但其實2022年 就是一個很變化多端的年份 對於英女王來說 也是的 因為我在其他影片說 其實年後六月的時候 大家都還在慶高采烈 在慶祝它登基七十周年 誰知不夠半年都沒有 幾個月之後 就已經反過來 紅市變白市 人就離開了 這個Platinum Jubilee 也有一個Stamp出來了 就是慶祝它登基七十周年 有一款有八款的郵票 因為這個是喜事 所以你看到是彩色的 是彩色的 有不同面額的郵票 你會見到 比較年輕的時期 和比較近期的時候的 這個女王 全部都寫了年份 寫了年份 我們都當 Nick歌 寫了很多套用到 除了這些抹一點 這個班戟 頗為替是一個 堆帽讓一切 他地盤 很流行的 製作 裡面再亦有一些 就是他的介紹 不同 fines 文章 後面 是 eg 有不同的登基Jubilee的時期,1992年,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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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年,2001年,2001年 就是一個簡介,連一套的郵票 另外,我亦買了一個Stand Book 我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但這些全是否很值錢,其實是沒有限量的 有不同的出訪時的照片 年代久遠,有些是黑白照片,有些是彩色 最重要的是,還有一套的郵票在這個位置 這一套的郵票是很珍藏的 每一套都是一個郵票 一個郵票 外訪時的樣子 的情況 最重要的是,作為香港人,就是這張照片 不知道大家看不見 因為真的比較小 就是當時來香港 去街市那時訪問的照片 其實這張照片不是什麼特別的 你上網經常都找到的 就是之前我們說,英女王來香港訪問 又沒有保錶又沒有其他 就走去可以 就在街上走 所以這張照片不是什麼特別 只是告訴你,在這個Stand Book裡面 它都有放到 換句話說,大家都還記得 其實英女王都來過香港 另外一套的郵票 所以這個Stand Book,其實我自己很喜歡 就是有很多 一些英女王的郵票 如果我之前是沒有的 它也有包含到 其實也有很多套的 其實也有很多套的 當然你不會用 你用來做什麼 最後就是 最近的那個 就是當時 2021年在溫沙保鏡的照片 這個就是Stand Book 就是當時慶祝它 70週年登記 那還有什麼呢 一次過拍片也講完 因為 都不是第一次儲的郵票 當然之前是喜事多的 這個就是另外一套 當時慶祝英女王 90歲生辰的 一個郵票 同樣地 也是用同一個款 一個卡紙 去介紹它的 一些簡介 等等的東西 老實說 我又沒有細心去 去逐一逐一逐一的 所以 可能裡面 其中一些東西 可能是重複都不奇怪 另外還有這個 這個比較特別 就是它的 Birthday Birthday 那個郵票套 就不只剩下它 它包括了 兒子 孫 曾孫 一個 四代同行 英女王的邮票,也非常好看 而後面是更多一塊 英女王的馬尼,王太后,還有其他皇室成員 老實說,雖然我好像很喜歡英國皇室,但我也說不出他們是誰 英女王的離世,除了買這些郵票和紀念幣之外 甚至說我不想買這麼貴,雜誌也不少 其中一本,當初一出的中文版,是講英女王的一生 傳奇一生經典梅菇,一出的時候很厲害 例如有企愛皇室的頻道,經常要訂閱 這本是真心不難買的,後來我看到很多大書局都可以買 這本當然很難顯示給大家看 也是一本徒習,不過它的性在是中文的 比較多人最初想買的那本,就是這個Times 因為Times應該很早就出了,這本是曾經買斷市 在坊間又比較難買些,但相對地這本 這本真的關於英女王的東西是不太多的 因為它有一本雜誌,有其他東西 那真的關於它,其實只有幾版 所以就有些人說,其他的新聞 當然,那幾版也很多的 這個,其中一個 但Timesense出了一個,就是關於它的專責 這本就好了 這本真的整本都是講英女王 那如果你真的很喜歡英女王 或者你想很喜歡買一本紀念 這個這麼傳奇的,那我覺得這本是值得買的 因為整本都是的 那你見到這個照片 都知道,由頭到尾都是它 那我們今次的開箱 就到這裡為止了 那之後呢,你不要想說 這個悼念英女王的特輯是未完的 那當然啦,沒有那麼多事情做的 那每逢8號都拍一次 其實就真的沒有那麼多題材 那但是呢,陸續有你 那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那記得多謝你了 周體,還有like,share和comment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